刚才有稍微提了一点 我觉得就凸显了这个目前的某一些那个 来自国门的一些议员本身的一个素质 谈不出一个所以然 可能刚才等下YB可以跟我分享 到底City你在国会的时候有听到他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实质的一些发言 还是他主要还是谈一些比较空洞的 如果是空洞的话 就是真的是吻合他整个这样子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设 就是谈一些虚假的 空洞的种族性的一个论述 其实把这个行动党的这个领袖牵扯到这个马共 而且他牵扯的方式是做一种无中生有的 一种所谓的亲属关系的话呢 是非常一种一种低略的一种政治 操弄的一个手法 问题是在于到底人民到底买不买 这样子一种情况 如果人民不买的话就没有市场 议员就不会这么做 这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向哪里呢 如果有这样的市场的话 就有议员会是这么做 在我们的看来当然是非常的荒谬嘛 对不对 你提出一个完全错的一个理论来去污蔑别人的话 就可以多获得支持 这样子是多么廉价的一种政治的操作作法 你不要去不需要去研究政策 你不需要去研究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 到底有没有很好的把我国的经济潜能所以发挥出来 那些是需要用脑的 需要你去可能去 去咨询一些专家来去做的 宗教问题很容易嘛 就是说你 不过是我们的敌人 你跟谁是谁是有关系的 你的观点就是支持我们的敌人 这样子一种撕裂性的政治 就是这个事情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 当然回到来要怎样去回应 我觉得回应方法还是主要回到来还是要去反驳 但是真的希望还是要去好好的去教育我们的民众 玩操弄这位这样子的课题的本身 他凸显的是政治人物的这个能力方面的一种苍白 我觉得回到来真的会是人民 因为我们讲再多也好 如果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面当中 只要是对我们认定的敌人错的一个观念的话 我们就必须去接受的话 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有一个偶效的共通 因为连事实的一个共识都没有 这显然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情况 很不健康的一种情况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用意非常的清楚 他就是要把行动党跟马共挂钩 但大家了解历史的都知道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这个所谓的亲属关系的话 他一般熟悉马来西亚政治人是不会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他在那个场合可以这么说 没有被喝倒彩呢 就是说是有人相信的 这个才是我觉得最令人忧心 和觉得悲哀的一点 这个艺园他是礼大 槟城的理大的博士 他有拿到博士协位 所以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是真的 所以他讲到很真 他其实在11月4号 在一个场合 那个场合是 那个活动是配合 将要进行的这个葛马曼补选 所主办的一个活动 所以来出席的可能都是他的党员 或者是他的这个竞选的工作人员 所以他在洗脑他们 就是要把要丑化我们的民主行动党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今天国家的敌人就是民主行动党 他们灌输给他的显明就是说 这个国家今天不是安华在领导的 是民主行动党 是民主人在控制这个国家 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说 民主行动党是跟共产党有关系的 来妖魔化我们 所以他就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做这些林冠英啊 林季祥啊 陈平啊 林光耀啊 李光耀讲成林光耀 所以就这样子来妖魔化我们 洗脑他们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来的 就是他们啊 这个一党啊 他们是从小 如果你看那个尾巴的那些 讲小孩子那些啊 很多是巴斯蒂啊 他们的幼儿园叫巴斯蒂 回教党自己成立的这种幼儿园啊 他们从小就已经灌输他们这种想法了 这个是很恐怖的 所以变成他的领袖告诉他们什么啊 他们都是相信的 所以他才有这个市场 而且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论述 其实在之前的大选或者补选都出现过了的 你如果有留意在这些Facebook的海报啊 他们做的海报 或者是他们去拍发的这些传单啊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东西了的 就是去用这样子的谎言来骗选票 但是没有想到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国会议员啊 他自己讲了这种话 过来也不要否认哦 昨天当三个我们几个 这个行动党的 你姓的后座一员站起来 质问他的时候 他就是不要踩你 过来讲完了坐下来 他就拿两个信封上来 因为我们挑战他 你讲他们有关系 那个政绩在哪里 政绩在哪里 他就真的是拿两个信封上来 好像表示我的政绩就在这边 这样子子 所以我不懂他到底是真的 觉得陈平真的是跟您关系 是有经纪关系的 还是真的 他是已经从小被洗脑到这样子 还是他不要承认他的那个 因为如果他承认的话 他的那些支持者就会 就会想 你是老师 原来你一路以来在欺骗我们啊 可能在他的掌握 他们一围的掌握都是这样子讲的 只是没有机会被录到 这次不小心录到又流了出来 所以变成他要怎样去跟他的那些支持者 一路以来都相信陈平跟林关英是有关系的 如果他真的讲我讲错话了 他要怎样交代 所以他只有坚持地撑下去 但是他可以撑几久